今晚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丢掉这三点会成为真正成熟的人 如果你喜欢今晚的阅读 可以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有人曾经说过 成熟不是为了走向复杂 而是为了抵达天真 那些真正成熟的人大多都是活得非常真实 他们不必掩饰什么时间问题 当一个人丢掉这三点 他开始变得成熟 那么他的人生就已经开始迈向崭新的旅途 丢掉倾诉欲望 学会独自面对 有段时间心情很糟糕 总是习惯性地找闺蜜倾诉 每次都是不停地 徘徊在过去的困顿里面 不愿意走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 闺蜜很用心地听 给我讲各种道理 时间久了 就推脱还有事情要做 先不聊了 再后来就是一个恩字表达了所有 我当时认为闺蜜变了 我在她心中的位置大不如从前 认为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 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后 我才意识到 变的人不是她 其实是我自己 人越是在心情低落的时候 越是喜欢倾诉 恨不得把悲伤的事情说到地牢天荒 却没有意识到事情在反复的诉说中变得更加糟糕 当一个人能够从容地克制住自己的倾诉欲 不随便向他人倾诉自己隐私的时候 就已经向成熟迈出了第一步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有时候一些心事憋在心里压抑久了 就想说出来 可能是对好朋友 爱人 也可能是毫无交集的陌生人 有时候 选择倾诉 未必是在寻求答案 只是认为 吐出来 自己心里会好受一点 可是 绝大多数的倾诉 却是事与愿违 就像毕书敏说的 我会在没有人的暗黑 深深检讨自己的缺陷 但我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自己像次品一样展览 丢掉指望 才有希望 有时候 失去指望 未必是一件坏事情 对他人没有了指望 让自己对自己负责 这才是人生中的希望 这恰恰是自我认知提升的表现 不少人的内心 其实都存在依赖感 依赖亲人 依赖朋友 希望有人为自己操心 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有人帮忙处理 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总是希望有人 与你一同承担后果 或者把主要责任 推给他人 认为自己 只是被牵连而已 不敢独自承担后果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愿意 一直被你依赖 一辈子为你的未来买单 要么努力向上 要么深陷泥沼 指望别人 你就输了 这 就是生活 每个人 都是独立的个体 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我们无法左右他人的想法 但是 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有时自己扛 有苦自己尝 凡事只有自己经历过 才是真正的成长 丢掉暴脾气 获得真幸福 发脾气是一个人的本能 控制住脾气 才是一个人的本事 一个能够控制住 自己脾气的人 必定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有多少时刻 当发完脾气后 回想起来 才意识到 其实也没必要发那么大的脾气 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可是 为什么当时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呢 人们常说 越有本事的人脾气越小 越没本事的人脾气越大 从一个人的脾气 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特别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首先想到的是批评他人 而性格稳重的人 首先想到的是解决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成功人士 大多都是性情温和的 因为他们知道 发脾气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成熟的人内心深处 都是有明确的目标 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 每一步都是按照自己内心需求来行动的 而一个不成熟的人 他的内心是迷茫的 是焦虑的 他不知道自己明天将何去何从 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经常毫无目的地寻找着 能够融下自己的一席之地 或是模仿着他人的脚步 去走自己的人生 殊不知 只有自己走过的路 才知道有长有短 自己经历的事 才知道有喜有伤 自己品过的胃 才知道有色有凉 自己教过的人 才知道有羊有狼 在这个过程中 有的人变得圆滑 有的人变得狡诈 有的人变得胆怯 而真正成熟的人 会在人事浮沉中 发现天真的可贵 这种天真是一种 超然物外的处世之道 它是一颗晶莹剔透的 赤子之心 好的朋友们 今晚你也读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祝您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